第三招檢查並維修渠管 還有,不要簽建 有計劃就立即清拆 定期檢驗和維修自己的物業 那就安居無憂了 現在是標準時間,晚上九點十六分 報時信號,是由Rado 瑞士雷達彪為你提供 看來新聞時間,先客剩經消息 我們上月通脹回升至四個月高位 經濟醫師認為短期政策都未能放鬆 反映通脹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升至2.7% 升幅高於市場預期 是自2月以來的高位 總結上半年就升2.4% 上個月通脹再升溫 主要受到食品價格大動 肉類升近半成 菜價更加升近一成 所以政策我們預計還是會比較憧憬 未來幾個月的credit growth 還會逐漸下降 所以政策修緊經濟 也會在未來幾個月 還會繼續走弱 反映內需情況 價工業生產者出漲價格指數 連續16個月負增長 顯示整體需求仍然疲弱 市場對中央會不會出招 刺激經濟相當分歧 澳山銀行認為 人行有需要減息 重建市場對經濟的信心 摩通就相信 要市場資金出現緊張 人行才有機會減存準金率或減息 美銀美林預計 中央短期會保持審慎的貨幣政策 通脹在年底會逐步回升 全年會貼近中央3.5%的目標 巴赫萊和摩通就唱反調 認為通脹不會再升溫 巴赫萊更加認為 下半年資金會較上半年緊張 令內地經濟增長放慢的可能性增加 無線電視記者李嘉惠輝導 澳門政府研究要求旅客過關時 申報攜帶多少現金 以加強防範洗黑錢 受到消息拖累 賭業管傳線下跌 澳門金融情報辦公室 接受查詢時說 為回應亞太區 打擊洗黑錢組織的建議 正研究一套跨境現金申報系統 要求旅客申報出入境現金數量 但研究仍處於初步階段 未有落實時間表 雙報門檻或罰款等詳情可公佈 周大福自至6月底子 第一個季度整體營業額增長6.3% 主要是受惠金價大幅下跌 帶動黃金產品銷售增加所致 其內銅店銷售增長48% 其中黃金產品的銅店銷售增幅達到78% 不過由於黃金產品的佔比增加至69% 令整體毛利率下降大約3% 而第一個季度 集團正開設20個零售點 總數增加至1856個 英國5月份製造業產出 錄得5個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按年跌2.9% 而按月就出乎預期下跌0.8% 至於工業生產按月沒有增長 市場原先估計會升0.2% 提提暗週故事表現 倫敦富士100指數升70點 巴黎克指數升29點 德國德克指數升108點 傳來給大家消息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發現 被訪者對廉政公署的滿意評分 在5個紀律部隊當中最低 調查在6月底至7月初 以隨機抽樣方式訪問大約1,000人 在5個紀律部隊當中 漫網最高的是消防署 滿意度評分有78.7分 其次是海軍和入境署 分別排第四和第五 衛的警務署和廉署70分都不夠 廉署有63.7分 另外又訪問了市民對警務署 以及駐港解放軍的滿意程度 民意研究計劃說 對比6個月前 市民對警務署的滿意度下跌 對駐港解放軍就變化不大 四川多個地方暴雨成災